國慶連假東流線碼頭一早被塞爆 人潮滿滿 甚至排隊人潮排到馬路邊 連假出遊 民宿業者訂房率幾乎全滿 訂房訂不到 居然有人來這招 一二三四 花瓶岩良亭被四頂帳篷占滿 把公共空間用來搭帳篷 甚至意自當成餐桌 自備好瓦斯爐 也吹煮泡麵 當地民眾傻眼 看海聊天的良亭 居然變成露營區 應該是沒有訂到房間 自己帶帳篷過來 是有跟他們講 但是他們也不走 回到現場還有一頂帳篷在這裡 搭帳篷的遊客不以為意 佔用公共區域 網友說是沒訂到房 還是要省住宿費 這是反應國旅太貴嗎 要確定 這裡不是露營區 良亭當成自己家 良亭是屬於動工的貢獻 實在是不適合個人去佔用 觀光局表示 在良亭 觀景平台搭帳篷露營 甚至生火吹煮 都已經違反規定 可開罰五千元以上 一百萬元以下罰還 但大棚灣管理處 先以勸導為主 亂搭帳篷變成亂象 恐怕已經影響其他遊客的觀光品質 記者張春華評論報導 我是哈遠儀 不用說故事 寫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正義的拿證據說 被掩蓋的挖出來說 非主流觀點 我有勇氣說 用心說好兩千三百萬人的故事 我是哈遠儀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